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来外貌不出众 二在主持圈也不算大红 就凭借节目中的一句 那你们那个女一号 你觉得她现在的性格放飞自我 和以前插结罢了吗 将自己和郑爽成功地捆绑在了一起 对面郑爽粉丝的怒怼 杨迪只能低头道歉了 一副照台办说的 说错了就道歉背的家事 然后被骂得更厉害了 没素质 不尊容人 碰瓷水没之 只能说话不能万说呀 但万一人家是自早自演了一场好戏 趁公司闹正爽热度呢 那是不是高 因为约泡门而细约减亮的吴亦凡 最近也是频频现身各大综艺节目 本来首秀72层骑楼 因为颜值而备受粉丝期待 结果没想到综艺感不够的阎王 全程迷之尴尬 但亦凡宝宝还是努力在节目中耍宝 一股用力过猛的feel But一切都因为一段freestyle 改变了她的综艺地位 还有freestyle吗 有freestyle吗 给我一段freestyle 原来宝宝最好的综艺定位不是认真偶像 而是一个寒麦的网红 纵然真人秀会偶像 但还是有层出不穷的电腾街偶像 想要尝试综艺秀 王力宏在跑男说关机里的表现 就朝黑不断 开始因为邓超弄过气球 而自动出局而眼含韵色 最后在四名牌环节 粗暴秒四张天爱 再与金如南寒冬居唱点集眼 各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有无支撑那种 我要有个遗忘 下面讲说 说输不起的人不适合来真人秀啊 毕竟观众从开始的雾少儿戏 到现在的全民来找茬 口味越来越难满足了 有性格缺陷 演技不佳的明星们 请深来真人秀啊 像最近热播的花儿语少年 名气不高的赖雨萌 本来想着装乖撒娇博的公众好感 人气深个嫉妒 不想到工举病太重 队友都忍不了 如今反程招黑体制 难道大家安静地当个美男子不好吗 以上就是本期东青818的全部内容 看完别忘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 关注我们的微博公众号 或扫描右下角的二维码 最新明星八卦 请关注微信微博 请董神娱乐 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就在东青818 今后各位明天见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